所以说助理认罪的结果 所以检方才会见请法官 着检其刑 所以当这个社会上 当高宏安这两天 不断地在批检方 然后似乎在刑索 所谓的司法追杀 那大家要相信检方的起诉文 还是要相信高宏安 来一川兄 我们看到现在高宏安的 所谓的答辩或说狡辩 包括咖啡的部分 因为检方说 连买咖啡机也用公费支出 高宏安昨天记者会 就针对这些反驳 他就强调 我不喝咖啡 大家都知道 可是马上被人家抓出来 他个人家在直播 在这个咖啡叶子的时候 直播就喝咖啡 而且一杯都喝光光 所以这个寻塑是什么 高宏安是一个 谎话连篇的人吗 是的没有错 高宏安说他不喝咖啡 然后咖啡机公费支出 如果大家缴的钱 是来买这台咖啡机 我个人认为这个事还是小 因为大家都要喝咖啡 老闆没出钱 所以大家交一笔钱 来买咖啡 大家交一笔钱来聚餐 这听起来 一般很多公司 有可能有这个 结果他自己跳出来 谈这个喝咖啡的事情 当然就被踢爆 高宏安这个 刚刚两位都提到 高宏安现在锁住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他说助理都有工作 所以他们领钱 他们有加班 所以他们领钱 所以他不是人头主理 这第一个 他锁定了这个说法 第二个 他说他们绞上来 是志愿绞 他昨天自己发明了一个名词 他昨天自己开直播的时候 他说是有人去劝募 他说劝募 劝募 就是说叫大家交一笔 一定要有人去照 如果说大家你交五百 你交一千 有人去照 是有人去劝募 又跑到一个劝募的名词 意思是说 都你们自己要交的 如果这些助理都是自己要交的 他们三个不会被要求还行 他们三个不会被起诉 如果这三个人 他们自己 不是志愿缴的 基本上他们不会被起诉 他们就是被强迫了 他们才会被起诉嘛 为什么 因为被强迫的去 去这个从立法院的办公室 去拿了立法院的公费来 拿回来之后 缴出来嘛 所以这个他才会被起诉嘛 如果这三个人说 我们都是被强迫的 我们都被强迫 做了这件事情 搞不好检察官就还起诉耶 就说你们三个都讲了 反正也不是你们是被逼的 这三个人显然 这三个显然 现在的说止 因为他们被起诉 所以他们知道他们犯罪 所以才会被 这个最后被提到说 希望这个法官 能够把他们缓刑嘛 这个是第二个关键 第三个关键 高文安 昨天一直在讲一件事情 他说啊 我是从科技界转过来的 我怎么知道立法院 那个钱怎么弄 我怎么知道 这个贪污怎么弄 所以都是李俊丽 他找你教我 他都在讲这件事情嘛 对高文安 你不是一般的贪污犯 因为你的程度比较高 你叫高大上 你资金比较高 所以刚才刚好说 你学经历很丰富 你的这个财产很多 你的薪水很多 还有基金会啊 可能违反政治现金法 捐到一个账户去 然后呢 来帮助你问证 你的这种方法 对一般的贪污来说 没人会受到用这条嘛 那我说什么 他不是去叫这个 没有来上班的助理领薪水 他是叫有上班的助理 然后还要把钱交出来 好现在问题来 要交的这笔钱 有没有被约定嘛 搞不好说 他可能是劝募的嘛 我自己要缴的嘛 我愿意干嘛 如果这个数字 不是有人定出来的数字 为什么小兔的账策里头 有一个叫做应缴回多少钱嘛 对 他不是有一笔 领了多少钱 然后应缴回多少钱 那不是还有一个助理 因为扫缴了多少钱 在骑摩托车的路上被追缴嘛 有没有 他说你还欠多少钱 他跟他讲说 有有有 我会付 我知道我还差多少钱 如果是大家欢迎 要交这条钱的 那不会有这些事情啊 对啊 就是一定是 最后这三位认得 他们认得什么认得呢 他很简单 他就说 我知道我这一桌 这个月够五千块 我这个月够三千块 我知道这条钱是要交回去的 对 那我怎么知道这条钱要交回去 一定有人跟我说 这各位给你够报 所以你要交回去 那就是强迫嘛 强迫 然后他又做了一个手法 你知道吗 各位记得那个账策里头 有一笔叫退税的啦 就是说 他比如说他都报他五千块嘛 那五千块应该要缴 假如要找百分之十的税 他有退五百块给他啦 就说因为你年底报税嘛 老闆给你够头报嘛 所以我老闆把这条税 又贏你啦 所以就会跑出那个什么 有个位数的 那个就跟缴税有关 所以账做到这么细呢 今天但是欢迎感觉 把这条钱交出来 不会有那个什么 还要把那个税 退还给你的这个机制嘛 好 那这整个事情下来之后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 接下来的这一个 柯文哲 郭台铭 这个朱立伦 国民党 这些人啊 很奇怪 包括高红安 包括黄珊珊 包括民众党 我看起来他马上都没有准备 这事情要一年了吧 对 要看他当選到现在半年多了吧 好像他们都没有想到会有这一天 不然的话照道理 他们的出来开记者会的文字 不会跟我们大家想的一样 那个文字叫什么 我们这个支持高红安捍卫他的清白 我们相信他的清白 相信他没有贪污的意图 对 没有贪污的意图 然后这就是政治介入司法 然后什么 不要看他46亿 那什么什么 为什么都讲的是这一些内容 我觉得这内容是一个 没有准备要攻防的内容 所以他们一开始 从头到尾就相信高红安的逻辑 就全部整个党 整个全部跳进去 高红安的逻辑就说 告诉各位 我的助理有工作 有领钱完全合理 他们的钱是自己愿意缴上来的 就这两个逻辑 他从头到尾都在贯穿 而他的这个说法 也说服了柯文哲跟民众党 最重要还说服黄珊珊大律师 所以黄珊珊昨天挺 各位我们在场 有人看过完整的起诉书了吗 都还没 我们只看到新闻稿 我们看到新闻稿 结果民众党柯文哲 黄珊珊大律师 可以挺到这样 那个起诉书助理讲什么 现在还没人看到 如果有人看到起诉书 继续迷移的内容的时候 黄珊珊你应该不会继续挺下去